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 现在的时间是4月7号上午 这边目前正在搭建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 预计床位有4万多张 今天我来带大家实地探访一下施工现场 这里是边缘的一个隔离区 每个隔离区里它分成一个单格 一个单格里有两张床位 然后每个床位上面都配备有6个床座 然后整个这个场馆的这一层 大概有接近4000个床位 要求是4天之内达到教育条件 能够教育使用 现在我们的进度是能赶得上的吗 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我们的工人呢 现在是就算几乎算是 按4小时在路间段的工作 他会在晚上2点左右 休息两个小时之后再接着工作 我们的工人大概有多少年纪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我们这个工人呢 从200号到700号的都有 大概有两三千马 其实我在外面啊 我在外面过来的时候有看到就是包括物资 也好也很多都是外地用过来的 我这里呢就是目前正在建造荒仓的一些情况 工作人员介绍预计明天晚上这里就能完全搭建了 希望这边后面能够缓解上海的收拾负担 能够ued哪一天 别把很好就 environments 希望如果您可以输到 Hope you want to Hope you all 我还蠢 录捞 就是 感谢观看